你知道吗? 两大爵士斗罗居然无期生子 小伙伴们都知道 作为99级爵士斗罗的唐晨和千道流 曾经一起去往海神岛历练 一起挑战海洋无敌波赛西 奈何波赛西在海洋中就是无敌的存在 他们都失败了 波赛西的强大深深地吸引了他们 作为大陆上的魂师界双月 他们就是无敌的象征 现在居然有一个人同时打败了他们两个 而且是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 不出意外他们两个都同时爱上了波赛西 最终波赛西选择了唐晨 但唐晨误会了波赛西的意思 于是许下不成神 不归来的承诺 去杀戮之都进行修罗神试炼 以上就是对唐晨和千道流感情细的记载 可以看到他们都没有追到波赛西 难道他们就都是光棍吗? 显然不是的 比如唐晨就有后代 孙子唐浩 曾孙唐三 千道流也有儿子千寻吉 孙女千任寻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结了婚的 但不管是动漫中还是小说中 对他们两个的老婆都是没有任何交代 不过根据唐晨在遇见波赛西之后 就去参加修罗神试炼 并且失去神志 遗失在杀戮之都来看 唐晨应该是去海神岛之前 就已经娶了老婆 而千道流 应该是看到波赛西选择了唐晨后 死心了 但为了延续天使五魂血脉 不得不娶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可以看出唐晨结婚 比千道流早很多 所以这也是唐晨是唐三的曾祖 千道流是千任雪爷爷的原因 不过如果这样的话 唐晨的老婆也就太可怜了吧 大家都知道 唐晨和波赛西的凄美爱情 而她这个原配却默默无名 老铁们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